你丢了第一局有什么感想吗? 还是有什么特点吗? 我觉得这场球丢了第一局很正常吧 然后自己可能第一局也比较着急 然后可能在进攻方面或者说在节奏 并不是说找到很好的办法 然后通过第二局也是没有想太多吧 就是能得一分是一分的这种心态 然后就跟对手每一分都是从0.0开始吧 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开始 第一局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就是他自己的压力 然后第二局是没有想到什么 但只要玩和放松和在游戏中 我看你第三局后半段 然后教练给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自己有比分领先 然后就该攻就攻吧 我觉得就没有说再去打得很保守 我觉得谭底菜就是要这么去打吧 这个团体赛的压力又是不同 因为你上场当然是一局一旦 这分算是很重要 其实怎么怎么是一种压力 我觉得 自己可能这场球 可能并没有说很被看好吧 因为自己各方面排名 然后他的各方面的实力吧 就是从成绩方面来说 可能确实是比我会高一点 然后但是自己作为年轻队员嘛 然后作为中国的这种年轻队员 但是他也要做自己的手 然后实力上去试图 然后就因为他是个年轻队员 所以就像是这么个年轻队员 然后就像是中国的领导 那里的名轻队员 所以就像是要在中国的名轻队员 现在这场就是打着 你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信心 还满意 我觉得通过这场球来说 可能会找到一些自信嘛 我觉得我希望能把这种 好的状态继续延续下去吧 然后对延续下去 后来他感觉更自信 然后他尝试他最好 好谢谢